第二十五章 十童女的比喻 新郎迟然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睡着了 半夜有人哭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预住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 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直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 随后也来了 说主呀主呀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我实在说 按财干受责任 天国有好给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 交给他们 按着各人的财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 随即那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 也照样令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 去挖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领外的五千来 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伯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 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 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 二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伯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 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 也来说 主啊 我知道 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众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念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你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 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 又懒的伯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众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念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 兑换银前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 带你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吸那有一万的 因为烦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伯人 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耻了 论审判的日子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 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 黄要向那右边的雪 你们这蒙我付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吸我吃 喝了 你们吸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吸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内看我 二人就回答说 主呀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吸你吃 喝了 吸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女 留你住 或是赤身路看 或是赤身路看 吸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 来看你呢 黄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黄又要向那左边的雪 你们这被咒座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喝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呀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喝了 或作客女 或赤身路看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治后你呢 黄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营里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我从来就去 少许无疼 请不吝点赞